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旅外近二十年冬,驟人发现在家乡务农的父母年纪渐长 金爵童年时期,玩手的小溪水玻璃,竟然已经看不见青蛙、小虾、小雨的踪距 让红毅决定挥扁忙碌的工厂厂长生活回到水林 红毅的愿望很单纯,回到家乡,从事友善耕作,把童年的记忆找回来 红毅与小平95年开始返乡务农 以水林小城的天气边果菜园,生耕在地,稻米各类蔬果 皆以无荣耀无化匪方式栽培,也通过了有机验证2.4公顷 耕作期间,以稻鸭共生和放盐土鸡,来帮忙吃虫除草 让一向很素的水林小城,也有无毒鸭和无毒土鸡上市 赞成传统农村料理的陈妈妈,将儿子的农作物,变身为水林阿玛S房菜 让来田间体验的大小朋友,吃得不亦乐乎,小城全家的努力 让三角村也有了食荣教育的基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